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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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泰州张世成 我大哥可是朱元璋的好兄弟 你们是来喝我们朱将军的喜酒的吧 喜酒 是啊 今日我们将军再娶顾一婷小姐 喝喜酒的快去吧 及时就快到了 大哥 我说什么来着 是你的就是你的 那别人抢也抢不走 那不是你的 你跑那么快也没有用啊 人家都要成亲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不行 我必须要见玉婷 如果没有玉婷的话 我死也不走 驾 驾 新娘新郎进 大家安静了 婚礼仪式现在开始 新郎新娘听好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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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对拜 慢着 你 你 雨婷 事长 雨婷 你这是干什么 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你大喜的日子 事长 你来做什么 雨婷 我是来接你的 我夫人已经同意了 让我娶你 真的 你走好 我茶饭不私 喝酒买醉 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就同意了 雨婷 跟我回去吧 袁章啊 快快就张志成 给我打出去啊你 顾先生 那既然张大哥都来了 不如我们就给一次机会 让雨婷她自己做选择吧 你夫人真的同意你娶我了吗 是 你赶紧跟我回去吧 明天咱们俩就拜堂成金 我 张志成大哥 你还有理由 你还来干什么 你这个懦夫 敢做不敢当 拐走了我的女儿 又不敢娶她 她又把我气回来 我告诉你 要是我们来呀 就钻到地方里去 你给我滚 滚出去 不敢了是吧 张志成 你什么时候 能真正地做一回男人 你回去吧 我不会跟你走的 雨婷 我求你了 你跟我回去吧 以前都是我的不对 我有点太害怕 我的夫人流逝了 不过你放心 以后不会了 再说她也同意了 晚了 一切都晚了 我给过你太多次机会 你都没有珍惜 我已经答应我爹 只要元璋同意跟我复合 我愿意一生一世 都守在她身边 盛世朱家的人 死是朱家的鬼 雨婷 你千万别这样 你走了以后 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雨婷 跟我回去吧 就当是给我一次机会 我给过你 不止一次机会 可是你没有珍惜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我们要拜堂了 雨婷哥 咱们回去吧 咱们丢不起这人啊 雨婷 事成大哥 那这个是她的选择 我也没办法 我本来啊 早就想找你算账的 因为你没有想答应我的那样 好好照顾雨婷 不过现在看来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请便吧 张大哥 你不是没有听见 雨婷她亲口说的 不愿意跟你走 你若是再这么纠缠 就不要怪我不恪求 哥 人家已经开始赶人了 咱们走 走 走 走不哥 雨婷走 雨婷 今天忙就不送了 怎么回事啊 这姐姐尸骨未恨 她又再娶了吗 这朱元璋 二小姐 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你派人送信 告诉我们姐姐出事了吗 姐姐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们能过来吗 哎呀 我当初派家庭去给您送信 时间过了那么久 我都忘了 秀营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朱元璋给害死她 你快告诉我们 是不是朱元璋害死了我姐姐 又再娶了 你们都误会了 大小姐没有死 啊 秀营没死 那 那你怎么派人到缅阳去送信说 姐姐死了 还剩一双什么大脚什么的 把我们都要吓死了 哎呀 都是那些可恶的猿人造的谣 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 都吓死了 所以就连夜给您送信 没想到害二小姐担心了 那 这府上的喜事是怎么回事 这喜事嘛 哎 姑爷要再娶郭玉婷小姐 当时郭玉婷小姐 跟张世成去了泰州 现在又回来了 又来找姑爷了 原来是这样啊 是世子俭软的你 看这姐姐大度 就这么欺负她 看我怎么收拾她 夫妻对拜 慢 啊 又慢 哦 秀莲 姐姐 你怎么来了 你真的没事啊 我担心死你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的 你姐姐我命大 来得好啊 正好赶上 元璋和玉婷的婚礼 啊 来一起沾沾喜气吧 啊 对啊秀莲 咱们好久不见了啊 哼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人家说 三日不见 当刮目相看 你又当新郎官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 又当新郎官了 对啊 你就留下来 喝杯喜酒吧 啊 这喜酒我还能喝得下吗 你说你 好歹也是一个大将军 你正算要娶二夫人 也得娶个漂亮的 黄花闺女 可是现在呢 你娶了一个 跟别的男人 又回来的女人 你这不是存心欺负我姐吗 秀莲 住口 啊 不要和她计较啊 有亮 清清 你们也来了 嗯 郭元帅 我们接到秀莲的死讯之后 非常地意外 匆匆敢来 还好秀莲安忍无恙 是啊 那个误会把我们也吓坏了 幸亏是虚惊一场啊 哎 你们今天来的巧 正好赶上 玉婷和元帅的婚礼 待会儿啊 多喝两杯喜酒 压压惊 是啊是啊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正好赶上 喝他们的喜酒 姐姐 我有话要说 朱元帅 你不能去郭玉婷 这个女人不守负荡 跟男人跑了又回来了 你这不仅是丢你的脸 也是丢姐姐的脸啊 二小姐 别去听 你这缓分说起来是很大 可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 就说你吧 你有的时候也会犯错误的 是不是啊 犯了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 给玉婷一个机会 再说了 远帅 元璋和秀莺啊 已经原谅她了 请二小姐也给个机会吧 郭先生 您真是叫女友方啊 女儿如此 您还处处谈话 您是仗着义服对您的信任 非得把闺女塞给我姐夫吧 喂 秀 秀莲 住口 太不像话了 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元璋啊 我想问你 你是真心想娶玉婷吗 我怎么可能不想娶你呢 对吧 秀莲啊 那你呢 你是不是真心想让元璋和我家玉婷复合呢 郭先生 你这是什么话 这个婚礼还是我操持准备的呢 姐姐 你为什么要口是心非啊 谁愿意跟另外一个女人 共享自己的夫君 你干嘛总是委屈自己呢 爹 我看着郭府是待不下去了 我们走吧 喂 喂 哎 哎 玉婷啊 这这 玉婷留步 哎 郭先生 留步 不要这样啊 郭先生 请留步 对不起了姐姐 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要不然 得被二小姐的兔木星子给淹死 哎 玉婷啊 你不要这么说话嘛 哼 您不走 我走 哎 玉婷 您先等一等 秀莲 你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家务事 怎么轮得上你插嘴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我也不欢迎你 郭先生 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我副帅 成就大义 需要您辅佐 元璋他 习文弄武 也需要您扶持的 是啊 郭先生 玉婷 你听我说一句好吗 我也看出来 你对元璋的一片心意了 所以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 婚礼继续进行 我看谁敢造次 就走了